公民愛定的確定病例 本土病例有15,595例 今晚一路有56例 死亡個案有53例 那今天的個案跟上週四相比是 下降了2.6% 這個禮拜這4天跟上禮拜的前4天相比 是大概下降4.4% 那我們有開始可以保持 設下距離之下可以脫掉口罩 所以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也在持續觀察這個疫情的走向 我們很多的防疫措施都是分階段解除了 那主要還是考量到現在除了COVID-19以外 也有一些冬季的呼吸道傳染病這些問題 那我們的疫情也是來到低點 但是看起來這個下降的弧度已經趨緩 未來也不排除 還會有波動 所以這些都要看疫情 那我們會再逐步的做開訪 那其實今天我跟羅副中午都有出去觀察 那我自己的觀察是只有5%的人沒有戴口罩 那羅副是說10% 大部分人都還是戴著口罩 那我想原因有幾個 第一個是習慣 已經戴這麼久了 已經快要3年了 那有很多人跟我講說 好像沒有戴口罩 好像沒有穿衣服 那這個所以需要一點時間 第二個是今天天氣也比較低一點 它有一個保暖的功用 有一些效果在 所以大家也願意戴 第三個就是剛剛您所提到的 就是說它的這個戴還有拖 會變得比較頻繁 就進到室內 或者是你從室外再要去坐捷運 都要再戴上 那這個太平凡 大家就想說乾脆都戴著 那這個部分 我們會看疫情的狀況去調整 我想我們目前的規定就是說 大原則就是室外不用戴 那室內要戴 當然有一些 室內有一些例外是可以不戴 那以這個大原則來講 室外可以不戴口罩 那室內 來戴 但是我們也在宣佈的時候就有提醒 那有幾個情況 我們建議還是要戴 第一個 就是自身如果有症狀 呼吸道的症狀 口鼻的相關症狀 第二個就是 如果在人潮很擁擠 沒有辦法保持 射到距離人很多 第三個就是說 如果空氣不是很流通 這個我們還是建議要戴 那我們現在就維持這樣子的政策 那 如果我們的疫情都保持穩定的話 我們 不會再做另外的規定 那如果疫情有升高的時候 我們會再做 另外的這個規定 確認一下 剛剛您提到說例外的情形 譬如說 人潮擁擠 像跨年晚會 或是像新北的耶誕城 這個活動算是人潮比較擁擠 就建議民眾要戴 是不是 是的 我想這就是建議啦 當然 但如果說還是不願意戴 當然也沒有強制一定要戴 但是就是說 像所謂的大型的跨年 或者是你剛剛講的這個 新北市辦的這個活動 新北耶誕城 這些人都蠻多 而且距離都蠻近的 那是建議 建議戴會比較好一點